不發言 現在我們都在宣傳 都在聽這邊的聲音 我們會把這些意見都帶回去給局長 跟局長反映這邊的訴求跟想法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訴求就是 這麼多林林總統問題 我們其實希望不要再次帶回去 然後就不見了 我們有太多事情是被文化局帶回去 然後就消失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具體的訴求 就是希望在這180天 我們已經具體對尼秋華局長打了不及格的分數 但這只是上半學期還有下學期可以努力 所以我們希望文化局現在馬上就開始著手辦理 讓柯市長可以跟我們這些文字團體面對面溝通 因為這可能不只是只有文化局的問題 可能還牽涉到台北市整個開發政策 整個影響到文資 所以我們其實要求要跟柯市長見面 那我們認為文化局就應該要來出現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還有一個口號 我們喊一下 文化局王楊補牢 柯市長與民有約 文化局王楊補牢 柯市長與民有約 五化絕王要補了 五化絕王要補了 柯市長與民有約 希望這麼具體的訴求不要再支持帶回去 否則我們選前來過 我們180天來了 之後我們可以天天來 那今天的進展會就到這裡 也謝謝媒體朋友採訪 請持續關心我們 我們禮拜天有北投 28號早上上午有北投的宮廷會 那還有我們南港平台工廠要進場打掃 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跟這兩個團體聯絡 謝謝大家